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瓜子泡茶听iPhone第5G的内容 我们该聊到隔空播放和接力 这个也是一个偏小众 但是蛮能够体现您是不是在Apple生态圈的一个话题 因为如果您但凡能够在家里去使用这两个功能的任何一个 那一定说明你不仅仅只有一台iPhone 你除了iPhone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Apple产品 或者是一些跟Apple合作的产品 这是两个功能 一个叫隔空播放 一个叫接力 我们先聊一下什么叫隔空播放 所谓隔空播放 你听这个名字 就大概能够理解了 用无线的方式把iPhone里面的一些媒体的内容 去传输到另一个设备上进行播放 那么往往就是像如果是视频内容 那么就是你家里的电视机或者投影仪 如果是音频内容 可能就是智能音箱等等 这些投放的方式都是通过无线的方式 我们再说的让大家更好理解一点 就是通过WiFi 通过你家里面的路由器的产生的无线网络 来去把iPhone里面的这些音乐视频这种媒体 不在iPhone上播放了 而是在大电视或者是音箱上去进行播放 因为如果你在家里的情况下 你还天天捧着一个iPhone的话 其实那个体验 观影体验和收听体验都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iPhone毕竟它是一个为便携和随身携带 所打造的设备 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因便携而做了妥协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说我的iPhone的存储空间也够用 然后电池容量也够用 我哪怕原来用那个iPhone 12 mini 我工作一天 我也觉得那个电池还好 不用加什么充电宝带着出门 原因是因为我只要在家里 我iPhone的使用频率几乎为零 因为所有你需要用iPhone上使用的功能 只要在家里 我都可以使用像iPad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音箱来进行完成 大概率上iPhone就是放在那边充电就好了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你的iPhone老是电池不够用的话 你也可以往这一方面去考虑 看看你是不是在家里的时候 仍然捧着一个iPhone去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尝试着一些替代品 iPhone是出门之后不得已而代之 但如果你在家里面 有这么多的屏幕和设备的话 但凡拿出一个 那个屏幕也要比iPhone大 但凡一个再便宜的 只要它是一个历史的音响 它的效果 大概率上也会比iPhone好一些 所以说这个两个功能 我还是蛮希望各位 如果您喜欢iPhone的产品 而且目前也只有一个iPhone没别的 其实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从隔空播放和接力 这两个方面来入手 去为自己添置一些体验更好的产品 我们一个个来看 我们先看隔空播放 具体怎么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演示 在iPhone的设置当中 找到通用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隔空播放与接力这个选项了 那我们点开它 选项不多 也就是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做自动隔空播放 我刚才已经聊过 什么叫隔空播放了 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无线音箱 比如说就是HomePod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自动 那什么叫自动呢 下面的小字写的也是非常清楚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使用这个HomePod 进行在家里播放的话 那么下次只要你在家里 在这个HomePod旁边 你只要一播放音乐 它就自动的会从HomePod出来 那当然还有两种选项 叫做询问和永步 那你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那基本上我用的就是自动 生活比较有规律 也不能说生活有规律 就是使用手机的方式比较有规律 所以这三个选项 相信大家不难理解 那接下来就是转移到HomePod的一个开关 这个是HomePod特有的 Apple的亲儿子 自家产品特有的一个功能 什么叫转移到HomePod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HomePod 不管是传统的HomePod 还是HomePod mini 你都可以选择把这个开关打开 打开之后 你就会拥有一个非常酷炫的功能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手机往HomePod上面这么一贴 像用Apple Pay付款一样 这样一贴 那么你手机上面的内容就会传输到HomePod上面去了 一个比较酷炫的操作 目前据我了解 只有HomePod的智能音箱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听说过什么是HomePod的话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HomePod的关键词 我这个名字就打在这了 别拼错 这个就是隔空播放了 后面就属于接力的内容了 我们先把最后一个说掉 隔空播放接收器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仅针对Apple Vision Pro有用 也就是说如果把它打开 你可以通过手机去查看Apple Vision Pro里面的内容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YouTuber去分享自己在使用Apple Vision Pro的时候的那些画面 其实都是用这种方法能够把它捕捉下来的 但是即便这种捕捉 你可以想象到它也不可能达到Apple Vision Pro的那种效果 这是一定的 那中间两个属于接力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聊 我们先看一下隔空播放 如果你放到手动的话 这个永步的话 或者是对就是放到永步 我们怎么手动激活呢 一般来讲是通过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我们上一季的时候跟大家有聊过 拉下来 那控制中心有两个地方可以让你实现隔空播放 如果是音乐 在这个音频播放区域的地方 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这样的标志 一个小山 下面一个像雷达一样的标志 可以记一下 这个标志就是隔空播放的标志 也就是说如果你iPhone播放了任何音乐 在这里都会有显示 那如果你想把它隔空播放到你的 任何的支持隔空播放的音箱 或者是HomePod 或者是电视机上面 你都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点开之后 其实它是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媒体控制画面 那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你现在手机上播放的内容传过去 那么你就点这里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的旁边会有两个HomePod 一个是HomePod mini 还有一个是Apple TV跟HomePod的组合队 那这样只要我勾选下面两个 我iPhone的媒体内容就会传输到这些设备上去了 那如果说你想直接控制隔空播放的设备的话 比如说我就压根不想在iPhone上进行播放 不用在iPhone上播放完了再传过去 我就直接想在HomePod上直接播放 那你就要点这个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有三个音频控制条 一个是iPhone本体 一个是客厅的Apple TV加HomePod 还有一个是HomePod mini 那你想控制谁 你直接点谁就好了 那如果你点后面这两个 那就相当于你的iPhone是一个HomePod 或者Apple TV的遥控器 HomePod字不易多说 但是Apple TV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小遥控器的图标 所以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用视频 视觉的方式去遥控一个电视机 还有一个是用 这个也是用视觉的方式 但是直接去遥控的是音箱 就类似于无线点隔台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一种 对于音频的隔空播放的操作 但如果你是视频的话 比如说我想把我手机上的 这个视频内容 无线传输到我家里的电视机上 那么是用这个 两个小方块 那因为我家里是有Apple TV的 所以我直接可以点这个按钮 点完之后 我的手机上显示的所有内容 就会直接的投屏 投到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 这个就是隔空播放 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 但是讲到隔空播放以后 我想对中国大陆内地的观众特别提一下 因为中国大陆内地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个特殊性是因为 Apple TV这款产品 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市 所以中国大陆用正常的渠道 你是买不到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又不知道怎么去买Apple TV 我又想体验隔空播放的功能怎么办呢 大部分销售的智能电视机 目前来讲都带有这个功能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又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国货优先 但基本上所有的国货里面 用的都是安卓的系统 那么在安卓系统里面 它是通过装一个插件 因为大家知道安卓是一个开放的操作系统 你可以装各种各样的App 有一些App就可以专门把你的安卓电视机 作为一个隔空播放的接收器 它是可以实现的 这种实现的方式和Apple TV相比 就会不那么稳定 我只能说传输不那么稳定 就没有Apple TV那么的丝般顺滑的那种感觉 能不能用可以用 而且它的稳定性也在逐年的提高 App也在不断的更新 电视机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所以这方面是会越来越好的 但是始终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没有Apple TV那么的丝滑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但是其实在国内 你是也可以买到一些 原声支持隔空播放协议的电视机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LG的一些电视机 当然都是国外的品牌了 我们国内的比较骄傲 我有自己的隔空播放方式 我就不支持你的 还要给你付版权费是吧 我们国人不用 那也是一种方法 但如果你想用的话 可以选择像索尼LG这样的电视机 在购买之前 应该在包装上产品说明上 都有很明显的位置 著名一个隔空播放 Apple的隔空播放的标志 你也可以去询问一下销售 这种就和Apple TV是几乎一样的了 因为它是出厂内置 原声支持Apple的隔空播放 这个跟官方支持和Apple TV是完全一样的 它和一个第三方软件自己去所谓的破解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是硬件支持 一个是软件支持 但是我知道不准确 咱们不要叫这个汁了 还有第二种专门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 如果你买的是国产电视机 那么很有可能你可以直接在电视机上去安装 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视频的App 比如说腾讯 爱奇迹 优酷 这种 你都可以直接装在电视机上 那么如果你直接装在电视机上 你也可以实现类似于这种投屏的功能了 现在这个概念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 我觉得非常的混淆 我在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来问 我这个投屏怎么不能用了 其实他说的投屏和我说的隔空播放 完全是两回事 怎么回事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拿优酷为例 你在电视机上装了优酷的App 你在手机上也有优酷的App 而你电视机跟手机上的优酷App 你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手机上如果播放一个视频的话 你的手机就会知道 你还有一个账号是登录在你家电视机上的 这个时候优酷App自己会提示 你可以投屏 如果你点一下 这个视频就直接投到你家的电视机上 你手机可以关屏 这个体验也非常的好 但是他用的和隔空播放完全是两回事 他完全是这款视频App内置的功能 理论上来讲 他根本没有用到你们家的WiFi网络 而是把一个播放清单和你的播放历史记录 以及你播放的点位 这个信息直接通过他的优酷的后台 或者通讯爱奇艺的后台 通过网络告诉电视机的客户端 然后直接让电视机去直接播放你这个节目 它是这样去实现的 是第三方的视频App内部实现的一个功能 所以如果这个功能不能用 其实跟我们的隔空播放没有任何的关系 很多时候由于这种体验过于好 很多中国大陆的用户根本就不用隔空播放 但是经常在用这种App的投屏的方式来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视频 然后有问题可能会觉得是我隔空播放的问题 其实这个完全不是 而隔空播放在中国大陆的存在 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给一些不支持自己给自己投屏的App 比如说有个App它能放视频 但是它自己没有做自我支持的功能 那怎么办 我就用隔空播放的方式了 但是比较好的App 你一旦隔空播放之后 它允许你iPhone吸屏 但是兼容性最差的一种App 就是你只能隔空播放投屏 镜像iPhone屏幕去在电视机上观看 但与此同时 你iPhone的屏幕不能关掉 如果你iPhone关掉了 电视机上也关掉了 这什么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个App 它对隔空播放的支持不到位 并不是因为你手机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你iOS操作系统的原因 大概率上讲 这个不是Apple的问题 是您使用的播放App的问题 如果像爱油腾这样子的 人家直接跨过你的隔空播放 人家自己有自己的投屏 腾讯有腾讯的投屏 IKE投屏 优酷优酷的投屏 还别的应该也都有了 现在这种卷的很厉害 国内 所以这个我们要跟 隔空播放座椅区分 好 这个是隔空播放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接力 下面这两个就是接力了 如果说隔空播放 大概率上你买的 可能不是Apple的产品 你可能买其他品牌的电视机 因为Apple本身没有电视机 Apple TV也是一个电视盒 它并不是电视机 那么接力和连续互通这两个 那一定是针对另外一个 Apple的产品了 可以是iPhone 可以是iPad 可以是Apple Watch 更有可能的是你的Mac电脑 那接力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接力的意思 就是说真的像跑步的接力棒一样 比如说我在iPhone上写一篇文章 写到一半到家了 那按照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既然已经到家了 我就不要用手机了 当然前提是你家里有一台电脑 前提一定是Mac电脑 不能是Windows电脑 这种情况下 接力功能就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忙 你iPhone上面的备忘录写到一半 到家里之后打开电脑 那么在电脑上就会看到 来自于iPhone的通讯录的接力通知 这个时候你直接在电脑的 这个英文叫doc 中文叫什么来着 程序屋 对 在电脑的程序屋上面 找到这个接力的图标 点一下 那么你的备忘录会自动打开 并且自动进入到你写的这篇文章 并且光标自动在你写好的 最后一个字上面闪动 你就可以在电脑上 继续完成这个文章 这叫接力 当然我只是几个通讯录的例子 你这个网页也可以 或者你其他的像什么办公软件 也都可以 所以这个叫接力 什么叫连续互通相机 那下面写得很清楚了 也是一定要有一台Mac才可以的 也就是说Mac电脑 可以用iPhone作为摄像头 来进行所有的你想做的一切 FaceTime也可以 电话会议也可以 像我这样录制一段Vlog 或者是录YouTube节目都可以 就是把iPhone作为相机了 而把iPhone作为电脑的摄像头 有如下的好处 当然坏处就是 你要两个设备 然后不是那么的方便 它不是内置的 可能你还需要一个支架 把iPhone直起来 这就是唯一的坏处了 好处是 你可以拥有一个桌面视角 也就是一个相机当两个相机用 一方面照着你的脸 另一方面照着你的桌面 你桌面上可以像我现在这样 去演示一些内容 一个相机就搞定了 当然清晰度各方面 肯定不如我现在两个镜头 这样清晰 但毕竟它有这个功能 其次你是可以拥有 所有的视频特效的 我想到时候 我们讲到Mac的时候 再看条件给大家演示 所以如果你有Mac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连续互通相机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Mac的节目 只是给你提一下就好了 这个就是接力的相关内容 我相信接力 在我们聊到Mac的时候 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聊 只不过肯定要等几个月 甚至明年 因为我要先做Apple Watch 好 这个不重要 好 今天就是花点时间 跟大家去聊一下 隔空播放和接力 这两个功能 感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